凡是能与中国竞争的领域 印度都想插上硬脚 盯上瓜达尔港 印度拉上伊朗 想在距离瓜达尔港不远的伊朗 恰巴哈尔港大做文章 只不过伴随着中医关系日益密切 伊朗的选择可能要让印度感到很沮丧 大家好 我是顾炎木禅 欢迎收看本期节目 距离中方成功斡旋沙特与伊朗握手言和一事 已经过去了一个多星期 但很显然 由于此事的影响深远 许多国家还没有从中回过神来 如果说最在乎沙伊握手言和后 影响中东局势的是美国和以色列 那么最在意此事 是由中方推动的 同样除了美国之外 就是凡事都想跟中国竞争一番的印度了 日前印度有媒体声称 沙特和伊朗在中方斡旋下达成的友谊 不仅将对西亚地区地缘政治产生深远影响 还会对印太地区产生持久影响 主要原因在于中美正在这块地区 展开较激烈的博弈 而中美的这种竞争 也会使得印度面临外交压力 且陷入困境 印美之所以这么说 是因为众所周知 印度也是美国的铁杆盟友之一 而美国秉承着敌人的朋友 也是敌人的原则 再加上美国跟伊朗本就不对付的关系 所以印度想要与伊朗发展关系时 也不可避免的会受到美国的限制 而这种情况不是没有发生过 自美国单方面推出伊核协议后 印度根据美国的指示也大幅减少了对伊朗石油的进口 导致印伊两国关系迅速恶化 可见印美这是将印度与伊朗关系恶化的部分原因 归咎于中美竞争 尤其是中方身上 如今再加上中方成功斡旋了沙特和伊朗的和好 说明中伊关系已经越来越紧密了 伊朗政府也十分信任中国 才将中国作为见证杀衣握手言和的一方 于是这就让印度人更加焦虑 在这种焦虑下 印媒声称中方在西亚地区的斡旋 很有可能会给印度在伊朗 恰巴哈尔港的未来蒙上阴影 据悉伊朗恰巴哈尔港是距离瓜达尔港不到100公里的港口 被誉为中巴经济走廊中闪耀明珠的瓜达尔港 具有重要的占约地位 不仅距离波斯湾的咽喉耀道 霍尔木兹海峡只有400公里 对我国的能源安全也具有重大意义 因为在此之前 我们80%的石油都需要过到马六甲海峡 因此我们也一直在寻求另一条 能够从波斯湾运输石油的路线 而瓜达尔港就是最好的选择 我们可以将波斯湾的石油运到瓜达尔港 再走中巴铁路 将石油从巴基斯坦直接运到中国新疆 这么一来 我国的能源运输安全就能得到保证 而印度一直以来 就是一个喜欢在各大领域与中国竞争的国家 再加上印度与巴基斯坦 是一对积怨已久的死对头 为了防止八方在印度对外进口能源时 加以阻扰 也是为了能有一个进口资源重要支点的印度 将信似放在了距离瓜达尔港不远的 伊朗恰巴哈尔港身上 瓜达尔港的成就 印度也想要复制 2016年印度总理莫迪亲自来到伊朗 拿出5亿美元投资恰巴哈尔港 并驻下了恰巴哈尔港口一期工程两个婆位 驻期为10年 而如今已经过去了7年 印度政府在恰巴哈尔港仅剩3年驻期 若是要延长驻期的话 还得双方协商 鉴于伊朗与印度当前的关系 中国与伊朗目前的关系 以及中国和印度的关系 让印度人十分担忧 伊朗接下来的选择 只不过我们从来不会干涉 其他国家的正常经济合作 印度对中医友好 可能会阻碍到印医关系的担忧 完全是多余了 伊朗驻印度大使阿尤什 阿加瓦尔在日前的一场新闻发布会中表示 印度不应担心 由中国调节的伊朗与沙特阿拉伯之间 恢复外交关系 这位伊朗驻印度大使同时补充说 伊朗和沙特的和好 也有可能使印度受益 因为它有助于加强波斯湾地区的稳定与和平 由此可见 中方根本不会干涉印度与伊朗的双边关系 怎么做出选择是伊朗的事情 印度媒体将这种担忧归咎于中方身上 就搞错了前提 其实印度该担心的是自己 能不能保持外交独立 如果再出现第二次因美国的限制 不得不放弃与伊朗双边关系的事情 那么伊朗会做出什么样的选择 也只能怪印度自己了 好了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稍等